她的闺女前两天在我们店做了个美甲和睫毛 她觉得自己的美甲很好看 想带她妈妈也来做一个 那个奶奶呢也是非常愿意的 她也很喜欢 她还坐着轮椅呢 她就是让她闺女和她孙女一块 给她推过来 做了一个美甲 大红色 来的时候手上还涂着指甲油 我们给她卸的 也是红色的 整个过程半个小时都很开心 一直在跟我聊天 她说很好看呀 这个红色的过年很喜庆 我说我们有个约定 等你过一百岁大缩的时候 我上门为您服务 给您做个美甲 觉得很温馨嘛 这么大年纪还挺时尚 我们老了也要像她一样 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